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过去听过外国有那种机构调查哪个国家的幸福指数 您所说的一个国家的总量快乐总量怎么衡量 这个特别重要 按理说快乐是不可相加的 所以说怎么叫做全社会的快乐的极大化呢 有一个非常奥妙的办法 可以走向极大化 那就是不要使任何一个人不快乐 至少有一个人快乐一点 像这样一种行为肯定使全社会的快乐有所增加 没有减少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的话 快乐就极大化了 其实经济学这个财富的创造 就是按照这个道理 就不要使任何一个人财富有所减少 而至少有一个人他的财富有所增加 那全社会的财富就增加 这个办法非常简单 用不着做计算 这个我给您举个例子 就在最近两会的这个话题 那你好比说现在就是富人 有一个算富人的代表 就是大陆女首富这个张英 都上了什么富豪排行榜 他在两会上他提出这么一个提案 就建议国家呢 就是月收入高过十万的 过去争的这个税不是45%吗 他说应该降低 降低到30%左右 他的理据是什么呢 就觉得你要是争这么高的税 只能使得这些人把资产转移到外边 他就是你财富进不到中国来 您对这个观点怎么看 在经济学上有很多研究税率的这个文章 他们得到的结论呢 就是太高的税率啊 是不好的 为什么不好呢 一个就方太宁讲的 他把钱转移到外地去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想办法偷税的税 所以你税率很高 结果争不到税 他反而丢失了税 因此呢 有一个理论就是要把税率降到一个合适的水平 那么大家觉得衡量一下 我还可以交 那么这样一个税的水平 他可以使得税收反而是越来越大 太高了 税收反而减少了 因为偷漏税多了 可是我又不大明白了 就是这里面可能还存在几个问题 就第一个 比如说像美国过去几年共和党执政 这八年里面 是富人的税 所得税 是这个税率是降低了 但在美国呢 就像经济学界也很多批评 就觉得共和党呢 对富人太好了 反而就美国过去几年这个贫富差距呢 也日渐拉大了 那这是不是表示你税率降低了 但是我们看到美国的情况就是 你要降到多低才较低呢 在像美国这样的社会啊 它是可以微调的 你加一个百分点 加两个百分点 只要在议会上讨论就行了 所以它可以 大家都觉得高 那我们就降一点 觉得低我们就抬一点 所以它不断的可以在量上啊 加以细微的调整 不会失控 这个是它的优点 我们现在就在这方面啊 缺少研究 也缺少这方面的这个辩论 现在这回 他提出了这个问题啊 它是一个引起一个辩论的题目 使得大家注意一下 也知道不是税率高也好 也不是有低也好 是恰好 有一个恰好的一个水平 怎么样找那个水平 这个水平就是大家要研究的 要经济学家去研究 反而是好像我看到就是说 经济学界的人 还有不少人支持这个张音的提法 但是 你也支持 但是呢 很多民众就觉得非常仇恨 你说你已经那么有钱了 你还放这种话 甚至有人就开始 我发现啊 就是中国人有时候聊天啊 有一种什么呢 它不就是论事 他从这事啊 就说到那事了 说你几十个亿美元的资产 你张音你拿出了多少钱 为社会做贡献 你还在这提赴人要减税 又聊到另一件事上去了 不过我在想 其实是不是就 因为刚节目开始前了 跟毛老师聊天 我也在讲 有时候文化会影响 一个地方 它的经济发展 它的这个制度 你比如说我马上想起来 说税率高啊 张音这个说法 当然是主流经济学都认同的 就觉得你你的这个税率定的高的话 大家反而你的总税收反而会降低 可是问题是 有些国家 比如说大家最近这一两年很关心的北欧 它税率很高 可是你你你比较欧洲几个国家 北欧的那些企业 那些富人 他逃税的情况啊 是不太严重的 不太多的 而且他们是很乐意去交税的 这里面我觉得是不是还牵涉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你交税之后 你得到了什么 我觉得我们税率大问题啊 不在守着税的税率高低 因为守着税啊 只占我们总税收的7% 很少 很少的 大家交的税不是交的守着税 交的是这个增值税 销售税 营业税 关税 交的是这些税 这些税我觉得是偏高的 我们现在这个像去年的情况 税收的增加是30%多 GDP只增加了11% 税增加了30% 非常不合 而且这样情况已经好多年了 因此现在的造成的结果就是 所生产出的这个GDP财富啊 越来越偏向给政府的分配 还有就是大企业的分配 而老百姓的分配增加的不多 那给政府的分配 政府不能拿出相当一部分回馈给老百姓 再分配啊 这两年有不少改善 比如说教育的 这个义务教育的全免费了 是吧 医疗也在想办法 大城市的 建设 大城市的医疗保险 现在像北京就有 都在推广 不过问题就是 我刚刚讲那个 你觉得问题在哪 就是我们是不是很多富人士 他不愿交税的动机 除了那种人性天生的自私 是不是还表示 他对我们的税收不放心呢 因为中国从过去没有交税的习惯 现在富人逃税的主要的方法 还不是在这个工资上策 因为富人不是挣工资才便富的 他是其他的资金运作啊 这个做生意啊 这里头的逃税就逃得厉害了 我们现在7%的所得税啊 这个比例太低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富人所得税降低 问题不是太大 就是因为他们交的税主要不是所得税 这主要不是现在关键问题是 要把它其他来源的收入要增税 这部分的税增不着 哎呦这哪能查得清楚啊 这个灰色的收入 这很难的 这个美国也不容易 但是有一套办法 你自己报我去查 万一查出来就罚你 你就不敢撒谎 现在我们开始在做一个 已经开始报了 但是没有办法查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税务局没有足够的信息 有很多收入啊 它是你看不见 它是现金收入 像美国是没有不允许的 你要回事收入 除非就是参观力是给小费 那个没有 那个没有记录 别的都有记录 否则的话 你没有记录是逃税的 要犯法的 但是它是相当一个这种调查 这个信息系统啊 它怎么都能 美国它怎么都能做到 对所有收入都能掌握呢 对 它是多年的积累 把这个信息收集得越来越 全 我们国家其实啊 我觉得也就只差一步了 哪一步 因为我们有这个经税工程 我们在一个人 在不同地方交的税 它就有记录的 现在问题是没有联网 把它连起来就可以知道 你在不同的地方的收入是多少钱 这个现在我们的税务机关 还没有做到 其实可以做得到 这是一聊就聊到贫富 咱们广告之后啊 还接着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刚才我们讲到快乐的几大话 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方向看 怎么使全社会的痛苦极大化 还有干这事的 怎么痛苦极大化呢 我叫你痛苦 叫他痛苦 但是我自己没有什么快乐 就大火 就损人不利己 就损人不利己 怎么做呢 还有这种事 就是文革的时候 歇纪斗争就这么回事 把别人斗得死去活来 家破人亡 他自己也没什么快乐 他自己还得担心 下个是不是轮到这个 最后就全社会痛苦的几大化 您那个时候 是不是也是深受其苦啊 那就是啊 受了好多苦 所以说我对文革是 非常之 很有感觉 您在文革的时候 好像是给 打成是右派吗 那不是文革 那是五七年 五七年 五七年就老右派 老右派 所以不断地挨整 其实整我的人他也并不快乐 所以这个社会这样一个关系啊 他必然走向痛苦的几大化 为什么大家对文革那么痛恨呢 当然一个是财富的减少 还有一个是痛苦的几大化 我们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之 我们让别人快乐 我自己也快乐 不要自己丢失了快乐 但是自己不丢失快乐的条件下 使别人快乐 每个人都这样做的时候 全世界都快乐就几大化了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 而且很简单 用不着高深的数学 但是这个里边呢 常常有人说 这是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 机会平等的基础上 好比现在很多人 为什么说仇富啊 说看见有钱 说你那不是好道来的 谁知道你钱怎么来的 那这个问题你 而且甚至是我们发现 有些企业你做的越大 似乎呢 你在竞争当中 你就是有优势 别的没法跟你拼 那么这种情况 那不让人觉得很磋活吗 这个市场 它是有这个特点 它是会造成这个收入差距的 如果没有一个政府的调节 或者其他的调节手段 它的贫富差距 你像美国贫富差距就比较大 对 它这个比较自由 政府干预比较少 你像北欧就相反 对 丹麦啊 芬兰啊 挪威这些国家 那么中国应该走哪条路的 我觉得应该 应该 现在这个阶段 我们过去自由太少 现在自由增加了 但是不能够在贫富差距上 造成太大的问题 所以我是赞成政府要有这个调节收入的一些手段 税收吗 主要是税收 另外还有一个重要手段 我们国家没有很好的利用的 就是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对 这个潜力非常大的 像美国的这个非政府组织就非常非常发达 这慈善机构完全是民间在做 中国的慈善大部分是政府在做 对 其实这慈善事业 我的意见应该是百分之百有民间做 百分之百有民间做 政府要完全退出 因为政府的特点是有抢制力 有武装 有警察 有解放军 国家机器 有这个收税 你不交税 我都抢制你交 食品卫生 你不卫生 我都抢制你卫生 但慈善没有这个必要 慈善完全用不到抢制的 可是这样 我觉得政府是不是应该百分百退出 慈善或者社会福利方面的东西呢 我觉得这个我未必完全同意 但是我很赞成就是 我们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太贫乏了 你比方说像前阵子血灾啊 你就完全看得到 同样的情况 如果发生在别的国家 比如说日本美国 第一个赶到现场 那时候我们不是也就说过吗 在现场的绝对都是非政府组织 但只有在中国呢 是连做这种救灾工作 我用一个不客气的形容 是政府垄断 结果变成就是很多民间老百姓 我记得当时雪灾的时候 很多人都很热心 想捐钱 想帮忙 怎么帮呢 没渠道 你不知道怎么去 对不对 我也有的时候是这样 就是有时候看到一个新闻 其实希望能够拿点钱帮助 找谁呢 而且呢 还有一个信用问题 就好比说 我觉得在中国很多时候 现在就是信用崩溃 信得过谁 哪怕是你打正旗号 你说你慈善组织 但是你看一种很奇怪的心理 好比说我人在香港 我就觉得给他的什么国际红十字会 我就觉得这个可靠 但是为什么会觉得内地 当然就不好贬损人家 但是确实有这个偏见 内地有些慈善组织 我给他能不能用得其所 就心里会 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民间做的理由 因为在中国的情况 政府的核算 老百姓很难监督的 中国的慈善总会 也很少有人监督他 但是老百姓做的 老百姓的做的 政府可以监督 民间也可以监督 所以为什么慈善事业 百分之百交给民间组织 理由就在这 政府很难监督 民间是谁都可以监督 政府也可以监督 你比方说像那个广东 我不是介绍过一个 主要乐助会吗 我觉得他们就做得不错 他们整个账目 是在网上公开的 每一笔账怎么用 怎么做清清楚楚的 那么你比如说慈善总会 我到现在都还不大清楚 怎么样看到他那笔账 是不是 那你怎么办呢 我们有几个项目 做得很好 也是政府做的 你给了钱 他告诉你 这些钱给了谁谁谁了 而且你可以去核算的 和对的 那好比说您搞的那个 就农村里的这种小额贷款 他算是个什么呢 慈善事业吗 还是一种准银行 也是社会企业 是一个社会企业 而且我还听说 好像在合法性方面 还有一些问题 是吗 怎么回事 有什么问题 我这个机构有一点钱进来 这个钱进来是我的亲戚朋友 也有一些素不相似的 我每收到笔钱 我的写信感谢他 而且不但今年 明年后年 每一年我都要向他报告 你这钱我是怎么花的 所以只有这样子 你这事才能办成 人家才愿意不断的投钱进来 这就取得别人的信任 那么现在我们这个工作呢 做了十几年 但是不合法 原因就是 我是吸收存款的 就在全中国是唯一的一家 吸收存款的小贷款 就是民间吸纳 就是自己吸纳自己 这是办法的 按理说这是办法的 但是就是上回不是 像尤诺斯他们那个 其实都是这么做嘛 对 尤诺斯就讲 小贷款不吸收存款 是砍掉一条腿 我的经验完全证明 这句话是对的 所以我们国家慢慢地要改 改成功 允许民间做这个小贷款 可以吸收存款 你不吸收存款 那怎么有资本呢 对 但是这个如何避免 你像平常咱们 也见到一些 民间集资发生的大案 这家伙自己卷了几个亿 人就不见了 那你如果放开了 这个问题能避免吗 所以说政府不放心 也有他的道理 但是按照孟加勒的经验 也不光是孟加勒 全世界很多的经验 也包括我本人的经验 这可以做到很安全的 但是需要时间的证明 而且我觉得现在政府 先去一下广告 接着再跟毛老师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其实你如果觉得这种民间组织 比如说小额贷款 你觉得不放心 你怕人卷款逃亡的话 办法不是不鼓励他 或者是让他消失 而是反过来 你让他变得可信 你怎么让他变得可信 你有良好的一套法律的制度 其实中国现在问题在于 对这种民间组织 我们没有一个很完整的办法 怎么去把它接受下来 让它建立起来 现在我们对民间组织的政府态度 有时候你甚至觉得他 你就想打压他 那么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因为你从来没正视过他 所以没有一套良好的法制 法规在这边去监管 那如果有个很好的法规 在监管的话 你比如说 我举例在美国 像这个奥比斯这个医生组织 或者是无国界医生 这些组织 有谁担心他们卷款逃亡啊 对不对 没人会担心他卷款逃亡的 你说的不错 一方面要有一个 也好的完善的法律系统 另外呢 在中国的情况下 因为在改革以前是 一切都是政府报的 从摇篮到墓墨都是政府在管 当然农民不管 城市里的人基本上都得管 那么现在啊 由于我们有了市场制度啊 这个政府的功能 就慢慢的分离出来 但是这一套东西啊 我们还没有完全想通 就政府该管什么 不该管什么 这个跟我们的过去的历史有关 我们的历史就政府什么都该管 大家也认为 我什么事都找政府 其实有很多事 政府要退出的 比如说哪些事 连美国连监狱都交给民间办了 民间 每个五十个州有三十几个州 把监狱的一部分功能 卫生 火石 这个还有就是管教 教育 一步一步交给民间办 当然也有它的毛病了 但不管怎么样 民间接手之后 比政府原来办的办得好 钱也省了 效果也好了 火石改善了 卫生改善了 这个犯人的教育也比较成功 可是毛老师 我觉得这里面牵涉一个什么东西 它牵涉个度的问题 这个度的问题是跟社会公正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 我觉得整个改革开放 这三十年 其实就是个国家逐步退出的一个过程 但是问题是你退到什么地步 有什么时候是退太多 什么时候是不应该退的 比如说很多人在讲中国的房屋 医疗教育 政府是不是退的太多了 那么有很多 或者是还退的不够呢 那么就很多这个问题 你比如说民间去办的话 像美国现在 他有时候是连国防的任务都交给私人机构 像那个黑水公司 结果他就会搞出一些问题的 有时候 或者说电力市场 这也很多人争论 就是说 这是不是应该全部都交给民间 私有化电啊 水啊 这会不会牵涉到问题 我觉得今天在中国啊 就是我们对于哪些东西应该政府退出 哪些东西不应该退出 哪些东西他的角色应该定在什么地方 我们好像没有一个共识 现在 刚才我就是这个意思 因为我们的传统啊 政府一切都管 现在慢慢的退 到底退到什么程度算正好 所以这个 这方面也有自己的设想吗 他不可能一件事啊 做的事权是没 你政府做 有政府的毛病 民间做 有民间的毛病 现在你就比较 谁做 毛病稍微少一点 这样的话 我们就比较容易做出确定 你比方向我讲的慈善事业 那肯定是政府 不如民间做的好 对应该民间来做慈善 民间有一种热心 政府是公司公办 因为有了血栽 他什么时候到达 他是公司公办 他这样不爱批 他就